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墓现世 仙道仙德 敖阳宗这事 想要独占花神墓 你连这墓门都打不开 算哪门的仙道 不如比比谁先破开墓门 就算谁的 上上 你先毁了这墓门 都是活了上万年的人了 难道不知道 这花神墓只能用刻有花神印记的钥匙才能打开 这么说 你有钥匙了 那当然是 没有 钥匙开不了墓 徐老总 您可能有所不知 这花神墓以三十六道阵法为印 七十二重禁止为锁 解开它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那把特定的钥匙 难不成 你想徒手解阵 别做梦了 就算是摄阵之人重生 没有钥匙 也解不开这封印 给我站住 欧阳群 欧阙电影 骑 满营 是 堂堂玄天帮盟主 竟然给一个小呆脸泪你 真是笑话 毕上你的臭嘴 不好 它有强行拨目 不自量力 一个练技 没有钥匙 如何能获得上古太初之阵 撞我 鬼虚 这 这破了 上古太初之阵 竟被一个练气血 披止破了 这就是徐老祖的实力吗 徐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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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就是那个灭了大罗仙玉的 徐阳 赶上我的人 赶上我的人 我赐你们 神魂俱灭 徐老祖 徐老祖 满萌营盟主 好巧啊 不巧 你也为花神木而来 白某不才 更好有这花神木的钥匙 你可愿捅我一道 这墓中宝物都归你 我只要欢迎朕熊草 如何呀 这白玉王极未继承 要是拒绝他 他那剩下的九十九个仙道一重的儿子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要是答应 那徐老祖 算了 堵吧 不怎么样 你 不关 徐老祖 你是何人 你那九十九个儿子居然没有告诉你 大罗仙玉改名为天兰 这位便是天兰仙玉的徐阳 徐老祖 徐阳 原来你就是徐阳 你的气息和我在暗魂仙玉感知到的一模一样 是你杀了我而白玉姬 你知道我这一把年纪 还要再生一个儿子 凑够一百只数有多难吗 我要你为他陪荡 白子 白兔公 白兔公 你 你 你 没有钥匙 怎么可能牵着花神墓 站住 快愣着干什么 居然敢改了阵法 我的儿子 居然 我要你 和你的天兰仙玉 都为他们陪荡 我还听说那长鸣仙玉的玉璃长老自己天赋不足修炼了几十万年还是仙道医宠 他受不了打击 居然勒令门下弟子停止修炼 老祖您说 这事离不离谱啊 老祖 您听了这么久故事也累了吧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继续 可是 环宇上下几万年 我知道的所有的故事全都已经讲了 再讲 却要讲到环宇诞生之际了 可以 从环宇诞生讲起哪也太久远了 而且 千万年前那场浩劫 环宇九届受到重创 那些记载过去的书籍全都毁了 我想讲也有心无力啊 浩劫 具体是什么浩劫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听说那场浩劫的起源 是因为一个宗门 那个宗门 似乎也叫天兰 天兰 这都是传说 古往近来 同名的宗门很多的 再说了 到底是叫天兰 还是什么天兰 谁知道呢 毕竟 和那场浩劫有关的人 全都死吧 哼 俗 太俗了 不如毁个干净 就算缺人 我天兰也不收心性不纯 只会阿鱼奉承的人 这位仙子救我 滚 冻水利落果断 力道控制精准 简直就是炼丹的奇才啊 不好意思 刚才让你受惊了 你是来投靠天兰的吧 想不想试试炼丹 炼丹 没兴趣 哎 那是你不懂丹道的乐趣 我们炼丹成 又将不同药性的草药 零食融合在一起 这是多么浪漫的事啊 大姐姐 炼丹不仅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拿来玩呢 你等等 我这就给你看个好玩的 大姐姐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就和我们一起练丹吧 对啊 孩子面前 不宜杀手 算了 那颜河宗 还是不愿归顺天兰仙玉 那就打到他们愿意为止 这真是我们全部的宝物了 整个狂浪海 都被捞了个底朝天 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竟然行这种强盗之事 真是 有数天兰之名 老人家 你先拿着这些灵石去救济族人 等我们收服尹河宗 再次会让他们给你们赔礼道歉 放心 在天兰仙玉 绝不会发生这种不公之事 邪子息怒 我们 我们回去再来啦 我们也再去库房检查检查 于姐姐 这是我们刚招的弟子 大姐姐可真善良 一听见有人欺负我们天兰 就直接冲过来了 哈哈 刚进来就知道维护天兰 绝物不错啊 洛贤 你上次骗走我的御华情绪丹 还没给钱呢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还记着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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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身法不错啊 新弟子 你师生何处 你没资格知道 怎么 他有问题啊 他身上的力量 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得去查查查他的底细 确实老祖不在 那两个小孩又没什么心眼儿 我们俩聪明人 总要警惕些 这是 上古时期的炼丹法 大姐姐你眼光真好 你不知道师父他可厉害了 随手一捏就能捏出绝世好丹 可惜他最近出去游历了 你见不到他 你师父 是谁 大姐姐 那是会爆炸的流火树根 也好 借这把火 把天蓝烧个干净 大姐姐 大姐姐你没事吧 大姐姐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新弟子 看来在对火的掌控上 你和我还挺像 你是 我是天蓝宗掌门 走吧 吃饭去 今天可是我亲自下厨 掌门 还下厨 师姐 吃饭了 好 人齐了 你忘了你上次都多了 姐 杀齐了 怎么不吃啊 你先吃我就吃 愣着干什么 快吃啊 我不要 这是我的拿手菜 你尝尝 想必 人还没齐 还是缓缓再刷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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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调动了玄天萌的玄秘王 遍布九季的所有分布同时调查 定能找到灭掉暗魂之人的消息 玄秘王竟然没有查到一星半天 怎么会 用灭一仙月的办法来挑衅老祖 那人来厉必然非凡 继续查 一定要给我找到的 我可是收了老祖的佣金 如果这点事都做不到 那也太丢面了 啊 老祖 还没查到那人的身份 为何要查 老祖你 不打算找到他 跟他一战 他 也配 暗兵不动 守住太多 真该高是你 那老祖还有何吩咐吗 讲故事 讲故事 你顾我 就是想听故事啊 不错 讲讲这个世界的故事 天兰之人 我在这里等你 话说 还与九界 从九至一 剑进中心 每界实力各有不同 譬如第九界里 二重境已是最高 但在第一界 九重境遍地走 除非境界超越本界水平 否则无法穿过界外虚无 去往下一界 曾有一修士自诩天才 想用五重境直身硬闯第一界 你猜 他怎的 他在戒外虚无中 炸了 怎么还不容易 说说第一界 说说第一界 没有人知道第一界是什么样 第九界是整个环宇最偏远的区域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更是第九界中的外语 这里的人连第八界都没有去过 不过听说 第一界就是整个环宇中的仙境所在 哪里有用不完的无尽资源 每个人都过着神一样的日子 没有任何恐惧与烦忧 那个老左 玄天盟还有点事 继续 是 等了多久了 几个时辰 还是几天 来了 完了完了 都不知道小师弟 迷路迷路 哪个技巧干啥去了 全云烈尸 师姐 怎么是你 离上次见面 已经过着很久了 站住 你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好和不好 都跟你没关系 师姐 你还在生我的钱 我不是你师姐 自从绝天通把我逐出天兰宗 我就和天兰宗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师父他其实 闭嘴 你永远都站在他那边 如果你愿意 师姐 你随时可以跟我回去 回哪儿 第九届的天兰 师姐 你会喜欢的 他和以前的天兰一样 都是我们的家 师姐 跟我去看看吧 好啊 你带路 太好了 师姐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发生了很多事 小时候 你就最爱跟我讲故事 等回去 我来跟你讲 走吧 带我去天兰仙玉看看 师姐 你知道天兰建立了自己的仙玉 是吗 我还知道天兰仙人之主是谁 你苏讯天兰的消息是为了 猜对了 不得了 我来 你不得了 我来 我去看天兰 你不得了 我去看天兰 我去看天兰 世界 你们留下 留下的是你 你究竟要做什么 他不理会我的招呼 我只好亲自去看看 看看这个新天兰 是不是也那么让人讨厌 世界